大家都知道我国历史悠久经历的朝代也很多 那么伴随着国家的改朝换代不可避免的便是战争的发生 在我国古代时常有战争发生 而每次战争都会死伤无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士兵战死沙场 最后这些大量的尸体会被怎样处理呢 这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以下几种 我国古代讲究入土为安 为国家牺牲的将士们被土葬 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 对于死去的士兵来说也是最幸运的一种了 算是表达了对死者的一种尊重 而有的时候为了省事 战后士兵们打扫战场的时候 会选择将大量尸体进行火葬 一是由于尸体数量太多 很容易引起瘟疫 用火将尸体烧掉 能够杜绝这种可能的发生 二来焚烧敌军尸体 也是对对方的一种侮辱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驻金关 将敌军的尸体全部堆在一起 形成高种 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战绩 这样做不仅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让对方得不到安葬 时间久了会散发出恶臭味 对死者也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最后一种呢也是最恶心的一种方式 那就是吃掉敌军的尸体 古代两军交战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战士们就会吃掉敌军的尸体 来填饱肚子 这样做不仅能够维持生命 还能够保持作战的体力 现在看来 这样的行为真是太恶心诡异了 让人看了 禁不住作呕啊 不住作呕啊